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詹姆斯第一次公开,表达对外婆的思念之情了,去年的8月6日,詹姆斯突然发布了一条推特,我非常想念你,弗雷达外婆,我希望你们看到外孙现在的成就,我爱你。 当时的詹姆斯输掉了詹姆斯,又面临着失去超级队友欧文的窘境,或许深处低谷的窘境,让他想到了这位曾经深深依赖的亲人。 由于还上詹姆斯的时候只有16岁,孩子的父亲又不见踪影,詹姆斯的母亲格洛里亚,只能寻求自己母亲弗雷达的帮助,甚至格洛里亚一度想过打掉腹中胎儿的时候,也是弗雷达劝他保住了詹姆斯。 而詹姆斯出生后,居无动所的格洛里亚就带着儿子,住进了弗雷达在埃肯山湖桃木建族来的一栋老房子里,虽然房子周边的环境也十分恶劣,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,甚至火车就在房屋旁边呼啸而过。 对至少,外婆为小詹姆斯提供了一个避难之所,剩下詹姆斯后没多久,格洛里亚就需要赶回高中上学,于是照顾詹姆斯的重担,就被弗雷达一肩挑起,为了照料这位宝贝外孙,他还硬着头皮从街道家中,讨来了各种破旧的婴儿用品。 其中就包括一个蓝色的毛绒小巷,这几乎是詹姆斯小时候唯一的玩具,而在流传较广的一张詹姆斯的童年照片中,身穿蓝色毛衣和黑色外套的小詹姆斯,手里就拿着这头小巷,1987年的圣诞节,詹姆斯收到的圣诞礼物,是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篮球。 但就在那个夜晚,詹姆斯的外婆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,虽然当时詹姆斯只有三岁,但外婆已经在她的记忆中,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 去年5月的季后萨期间,理查德杰弗森在社交媒体上爆料,詹姆斯直到现在,还将这个小巷珍藏在自己的歌衣柜里。 这是詹姆斯与外婆的故事,外婆只照顾了詹姆斯三年,但詹姆斯决定用尽一辈子,去怀念和感激她。